常欣欣还是跟蒋世言更配 张晶晶给我打电话 说她走错门了 到后门 不太好找 咱们俩出去接一下她吧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那蒋世言肯定跟你说过 她跟常欣欣谈恋爱了呀 你说过 说 说个 哎呀不是不是 我主要我那个 那个时间也太久了 我当时不关注这些 我就不记得说非说过 那你说 她的初吻是不是 也太常欣欣的 那肯定呗 是呗 老实说 当年班里都在传 你和蒋世言早恋 后来他管你叫哥 我们这才发现 你俩是真铁词呀 纯纯的铁哥们兄弟 其实这十多年过去了 那一点没变 其实有一个 这么好的一心朋友啊 我觉得谈不谈恋爱 也无所谓嘛 反正呢 有事也总有人帮忙 老的呢也不怕孤单 但这可不一定啊 毕竟这好朋友 跟伴侣之间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俩现在呢 是在忙事业 没工夫找 等到其中一个人 找到了另一半 这个友情还能不能继续 真的就不一定了 尤其是蒋世言 真的 我刚刚我去看聊聊这儿 我刚刚都没跟你聊 你听说你们现在是在做那个 机器软件开发是吧 对对对 我现在长期合作的几个伙伴 都是国内比较咨询 机器人开发的 是吗 是吗 对 我们刚刚跟他们谈的那个 软硬件基层 是吗 那太好了 我听说现在这一块的市场叙修 增长特别宽 没有 混口饭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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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好了 要什么喝这么开心 来 吃点水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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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水果给我呗 好 好 你接电话 我接个电话 喂 吃水果 吃水果 谢谢 我觉得快乐 什么快乐 你说像蒋世言这样的 钻石级单身孩 那有多少女孩对她心动啊 对吧 冯若然 你跟她最熟了 你最清楚了 你说说有多少吧 这话别问我 我是一点不清楚 你要打掩护 我说冯若然 当年你是不是也喜欢 常心仪啊 当年除了我 谁没追过她 是吧 你当年追得最狠 但是 但是我觉得呀 常心仪还是跟蒋世言 更配 冯若然 张心仪给我打电话 说她走错门了 到后门 不太好找 咱们俩出去借一下她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吧 常心仪就是蒋世言的 她先跟冯若然打电话 打不通才打到我这儿吧 你别解释了 我连她微信都没有 可见你俩一直联系着呢 行了 别把挂 别接下来 绝对有问题 常心仪来的就是不一样 还得两个人一块儿去接 她们都过不期待 想看到到底有女生了吧 我让她在湖边等你 别掉湖里 开一个 干杯 来 打把我帮忙 没什么 坐下 啊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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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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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 慢点慢点 骞哥 我司机在你坐我车回去 没事 你把车留在这儿 明天早上再过来看 我交代价 阳狗 阳狗 你送欣怡回去 她不是住那个周济吗 你顺路正好就给带回去啊 我送完信息再把骞哥送回去呗 没事 我自己打车就行 我明天早上要上班 我要开小白 所以我交代价就行了 不用管我 明天早上再过来接你 站住 干吗呀 就这么简单个事至于吗 磨磨叽叽这么慢点 你一会儿让小王 开一样个车给她送过去 不就得了吗 你要是不放心 我跟着一起送到家门口 行了吧 这 可以 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小王开我车 送我跟冯月然走 你们俩走 就这样 走 走吧 走吧 走 欣怡 下次再约 行吗 这 送回去啊 到了说一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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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 你来了 就差你了 你赶紧过来 过来 我们正好三缺一 天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跟哥儿几个喝酒呢 你来了就好 我总归是拿你当兄弟的 这样 是第一杯 我先干了 你别喝了 我干了 我干了 真爽快 唐阳 你喝多了 我去给你弄点蜂蜜水 你等我去 谁喝多了 谁啊 没有人喝多 你没喝多 不是 你喝了吗 你就在这儿说 你喝了吗 我喝 我喝 我喝了 来 谁让你喝了 我就这么点快乐 你都跟我抢是吗 大坏熊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今天晚上 我是大坏熊 我打他 你打我打我疼手疼 死了 唐阳 你的手都抽红了 这样 我们一起去喝点蜂蜜水 好不好 行 我扶你来 不 好 我不扶你 咱们手拉手 手拉手一起去 喝点蜂蜜水 好吗 走 慢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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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